我們這組也是要報告那個Orbitol的部分 然後Orbitol它就是一個可視化的原子和粒子數據模擬的一個分析軟體 然後它基本上通常都是用在材料科學、物理還有化學科學的部分 然後它是在2009年公開它的第一個版本 然後後續就有創立它的一個公司來做開發跟維護的作用 然後它試用的版本有Windows、Linux跟那個Mac的部分 然後特點是它消耗了內存效 比起一些像VSTA跟VMD等軟體 它消耗內存效 所以它可以導入大系統中它運行的就是比較流暢順暢的 然後它這個軟體裡面有運用到正則表達式 所以它在操作上可以更加靈活 然後它內含豐富的那個內置的函數 所以它的具有更強大的分析的功能 然後它在計算的方式它是用MD跟那個蒙蒂卡羅的方式 來做那個原子的模擬 然後它就是剛剛前面第一組講到它也可以跟Python的程序去做結合這樣子 然後它的可視化還有分析功能的介面 它可以將你的一些處理步驟去組合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透過那個軟體去模擬它 然後再輸出 然後顯示於螢幕上面 然後也可以把它轉為一些輸出的file這樣 然後我有查到它的更新的頻率的話 大概是一個月會更新一次 對就是7月、6月、5月這樣 這個月會更新一次 那我這邊講一下 我要介紹一個功能 第一個是一個類似在 就是Efferencial Selection 它有點類似 有點像證責表達式的方式這樣 然後它就是可以將 你要的 用輸入的語法去找出 可能像是我要找 X軸向 然後它大於5的 它就會把大於5的這邊全部都標示出來這個功能這樣 然後它還有幾個比較常用的 一個是根據它的那個ID 就是粒子的ID也可以做那個 做選擇 對就可以改成 它就會只抓出那個粒子ID大於100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按照它結構的類型 就是 像它可以分成 就是你要先用這個 common neighbor analysis 然後它就會把它 看你是FCC還是HCT 這種的結構 然後就把它顯示出來說你有哪幾種 然後它可以再用你的這個structure type 然後去顯示你要你要顯示的 像假如色為1的話 它就會顯示FCC的結構的原子 把它變成紅色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的話是在延伸的使用 就是 先增加一個叫這個DFA 然後它可以 它就會也是會顯示出它的 這次是剛講的 它會有顯示它的FCC啊 或是什麼其它它的比例這樣子 然後 再用剛前面講到這個expression selection的方式 它就會抓 它就只會抓出 那個你要的那個東西 是 對 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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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雜的結構,我們要散掉紅部份 然後音頭的變成一個新的雷塔 怎麼會這樣做 就可能要再查一下 那它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它可以去繪製它的那個應變圖 然後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步驟就是先從那個 Modification 選那個 Atomic Strain 然後接下來下面的去勾選那個 Strain Tensors 它就可以找從六個 六個相位的地方去看它的分量 啊這邊的那個有一個Card of Radius 它就是去找它那個 那個原子的那個球形體 就是去找就是它那個範圍 它是一個範圍 如果你是那個 Radius 找比較小的話 那它的表現就會是比較細節 就是比較小部分 那你如果 Radius 用很大的話 那它的改變量就會比較小 因為它就是會 因為它就是會 讓整體的表現是比較平滑的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採用 預設的那個 Consum Rapping 這個地方都是用預設的 然後 它跑出來的話 就是會 像這樣子 然後 從那個 color coding 裡面的材料 呃 這是銅 我們用銅 對 然後 用那個color coding的話 就是 的其中 我是用那個Strain Tensors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去 這個東西 你要有很多結構 而且後面的結構 依然是變形 所謂變形 你一定有一個參考的結構 不然是如何變形 所以你第0個結構 應該是還沒變形前的結構 然後 後面是變形完了 它就會根據 你還沒變形的 去幫你算一個物理量出來 那這物理量如果越大 的話就是 你的變形越嚴重 對 所以 你有沒有一個 參考的結構 還沒變形的 呃 如果只有一個的話 做出來 應該都是 一樣的顏色 那個是 你自己的結構 對稱之長 感受不到變形嗎 對 對 那 到底會 會 會 變形嗎 讓 用路格去變形嗎 用路格去變形 就表示你這個結構 被你拉 逐步的拉伸了 或是 壓縮了 你才能針對 還沒變形的結構 跟它做比對 這個物理量 才是秀得出來 如果你單一個 它感受不到變形 因為你只有一個參考的結構 它沒辦法變形啊 對 對 你提出的物理量 好 但是你的結構 沒有原始結構 跟變形的結構 所以這個態度 弄不出來 了解 然後 然後 那接下來就是 這邊的話就是 把那個 接下來那個 應變圖給顯示出來 那這邊的話 那個Range 就是會把 它的StarValue跟MValue 重新重置到 它的最大值 跟最小值 上 它就會跑出來 就是會像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去顯示說 它的那個 很小對不對 對啊 就很小 對 因為你自己 對自己是沒有變形 喔 一樣 然後 這邊 其他的那個 Layer的話 就是去 加這個 它這個表上 然後可以去改它的顏色 什麼 這邊的話就是介紹它 原子它 在 運動變形的 軌跡 產生的影響 那 首先可能就要先用 CMD 先 要寫出它的 那個 DVMP XYZ 它那個XYZ 是 為了標示 它原子在 可能 插牌偏移 或者是它 受力變形 它 偏移的 軌跡跟 方向 那 再轉到 OBITO上面 做 Modification 然後去選擇 Expiration Select 然後一樣 輸入 前面講的 它的 坐標軸 然後控制 可能 是它 插牌上面的 原子 顆粒 然後 最後用 Freeze Properties 然後 點選到 Select 去 然後再 把 我們 可能它 變形的方向 變形的原子 然後 選取 顏色 然後 這邊的部分 它就是 標示出 它 左右側的 原子跟 中間變形的 原子 然後最後它會 偏移的 形形會是 這樣子 呈現出來 對 因為我們 沒有 具體的 SYZ 這個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對 對 血 對 大家都會 嘲諷 如果再 加一點 微圈裡面加一點 變形的質地 你的材料都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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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 搞搞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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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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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MSK 這套 這個軟體 首先 這個軟體 先介紹一下它的原源 無可或非 這是一個自由軟體 這個 ATO-MSK 它的作者 取緣主要是法國人 它在於 2009年的時候 它在於 公讀碩士的時候 它是用 Portrum 去鑽 它的語言 來撰寫一套 原子結構的模擬 那 它一開始的一個名稱 不是叫 ATO-MSK 而是叫 P-I-K-A-S-H-U 這個名稱 那它是在於 它個人的一個使用 用在它的一個研究上面 那 由於說它是用 所以它簡單易懂 因此 它適合用在於 二次開發 作為做使用 那在於 2010年的時候 它在他們的一個 實驗室 已經 這個東西 被他們的一個博士 就是相關博士生 都要去引用 跟使用上面 因此 這個作者的話 在於 2011年的時候 它因此 將開始 在於它的個人網站上面 正式公開 這套 這個工具上面 那它在於 2013年的時候 它再把它的名字 正式更改為 叫 ATO-MSK 那 另外的話 作者在於 2015年的時候 它是將它的 這套工具 發表在於 發表在於 期刊上面 在期刊裡面的話 會稍微減速一下 它這套系統的 架構跟內容 那 這套 這套 ATO-MSK 到目前的話 已經發展已經十年了 目前的話 總共有 143篇的一個 room去做引用 那其實在 官網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會去介紹 也可以去查詢到說 它有哪一些 期刊去引用 它的 這套工具 可以完整的一個資料 可以去看得到 現在這個是一個大學在 Maintain 它做的是在 一個大學任職 它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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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讀它 碩士的時候 2019年 那它是為了要 模擬這個原子的 現在這個 ATO-MSK的 Maintain 是 一個大學在 對 在Maintain 對 那 那可能老師 這個提到說 Maintain的部分 那可能 它多久 每天也是我們沒有查到 那可是目前在 它的說明上面 可以提到 看到說 它的這套的下載 它還是屬於Beta版 對 它目前還是屬於這樣 所以它還是目前 能在進行 能在維護當中 對 還沒有正式的一個版本出來 那後面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在它的官網上面的話 其實在於 像是軟體的下載 像是使用手冊 那 教學等等 就是我們使用者所需要 其實都還蠻豐富 跟蠻完整的 那 ATONSK這套軟體 它的功用是什麼 它其實用來做為 分子 分子的一個 建模的一個軟體 那 它另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說 它可以對資料的一個 格式 能不能做 轉換的一個使用 因此 它可以讓 作為一些像 LAMPS的一些 替代軟體 那 另外的話呢 它是 當然是免費 那另外它的一個 操作介面的話 並不是圖形化 而是CUI的一個 也就是 方式來做 對它最新的操作跟使用 那安裝環境的話 其實 普遍我們所用的 三大 桌椅系統都有 Linus、Mac、Windows 都是可以的 那 在資源圖形化的一個部分的話 OVTO跟VND等等 上課的時候提到 就是 漂亮的一個圖形界面 VND 也是可以去做資源使用 那在最後一點的話 則是做的 就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在於 那一個 期刊的部分 在這篇裡面的話 有去載到 可是 詳細人有沒有去 瞭解啊 主要還是圖的部分 就是它有提到 它是用Fortune寫的 所以裡面的話 有稍微簡介一下 它的一個Fortune寫的一個 軟體的一個系統架構 很單純 純粹是兩階 然後三個分類的一個架構而已 那在Enters 它有一些 另外還有其他一個特點 就是它其實 適合用來做一些 複雜的一個結構的一個基底啊 那這邊的話 可能會直接稍微簡短介紹而已 圖形 照片可能不夠清楚 而且它的好處是 其實大部分COOP的 會用到的容量 它都很慣例 對 你可以去照它的指令 加一下就好 對 那 這個軟體的話 其實在各部分建模 其實大概都通知了 像一些基本的 多晶體啊 甚至於說一些晶體 有缺陷等等 都可以用來做為建模的一個使用 那 另外這邊的話 可能會稍微提出一下 它的一個指令 其實在左方這邊 它其實只要一行 對 其實只要一行的話 就可以快速的把它解決 只要輸入它的一個FCC 然後玩到金隔常數 那玩到給它 我要產生出的一個檔名的話 就可以快速來產生 我要這個分子的一個建模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 可能那個 助教的話 會稍微 會大家示範一下說 整個一個操作 那個辦理的一個操作 那這邊有一些 相關的一些資料 跟網址的一個下載 可以同學做參考 對 那後面的話 可能就是由助教 跟大家示範一下操作 下載網址 下載網址 下載網址我們都有放到上面 然後下面那邊可以參考一下它是 就是我是按照它的下載步驟 然後這邊有Windows 然後下載完成之後 再來說 移到你的 移到你想要下載的地方 會出現 這一個 然後安裝到你需要的資料夾 之後就可以使用了 然後使用的方式 就跟LAMS在Windows操作是差不多 就是打開你的命令提示支援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輸入atomsk 就可以下載 然後我現在先進入C槽 然後我在C槽先建一個資料夾 然後 取名就是我們的原子數 一樣就是先進入這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cd 然後這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用atomsk指令 然後要2匹也知道price 然後輸入你的金格 金格結構 然後 金格常數 4.0895 然後鋁的金格常數是4.0895 然後 再輸入 再說一次你的 你是什麼元素 我們這邊是鋁 然後再輸入你需要的檔名 然後按下Enter 然後它就會說 這邊就會說它已經 建立完成 然後移到你的檔案 這邊就可以 用 利用orbital開啟 然後它就是一個鋁的元素 然後接下來可以進行 然後它一樣 這個程式一樣可以進行 SuperSale SuperSale SuperSale的話就是 D-U-P-L-I-C-A-T-E 這個指令就是 可以進行SuperSale 然後我現在5x5x5 然後按Enter 然後要記得輸入 就是另外一個檔名 一樣的 最後都是要輸入 你要給它取的檔案名稱 嗯 沒有沒點 然後再進行過來 然後它就可以進行SuperSale 然後接下來的話 上禮拜提到的就是 有提到可以 NAMS可以 那個 就是做 它經格方向的改變 然後 一樣Alt-N-S-K也是可以做到 就是 它指定是 O-R-I-E-N-T 然後 然後你再設定一下它的 經格方向 然後我現在要指定 它Z的方向為E-E-E 所以就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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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輸入它的檔案名稱 然後 這邊就會 然後 開啟 它的 文字檔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它已經 它把它的 它把它的那個 進一個方向 就是 立的方向就是E-E-E-E 所以這個 就可以建立一個 就是它很好的 RAID Data 這樣 對 然後 進入 我只要 民主做一個有經界的 經界 那大家看一下 這今天你要做一個 有經界的系統 你就點進去啦 看它怎麼下指令啦 好 所以你知道 怎麼 怎麼換 然後要做 對 很多圖 對這個吧 經濟 喔 這個 這個 喔這個 直接引用 可是他不是說要用這個嗎 直接用這個 建立一個鋁的然後就多結晶 好 試看 就給Lens來分析了 這個很複雜喔 你要自己寫層次 可能要寫個好幾年 這樣子嗎 這樣子嗎 說一下 他在ROP 喔 這個我沒用過耶 有沒有在ROP 好像沒有 就是他 他好像說要這個 他有一個這個輸入檔 欸還是我用剛剛的輸入檔子可以 你還有一個GXD 他的人 他才會知道要怎麼講 對 他下面有講 對 那有什麼其他路沒有 對 他有什麼其他路沒有 好 那我還是一個簡單的 直接下指定就好 有啊上面有啊 又有啊 你要有 你要變創意那個GXD啊 五星 四星 而且我還真的沒有用過 不知道要不然那個這個 驚訝 然後有一個 這個XS São 那我就用剛剛那個叫 這叫什麼名稱 因為剛剛什麼 pronividades 我的名稱就 這個是什麼 對 他好像還在跑 他有 這個 這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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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唉唷 等一下 你把它rap到 box裡面 就是周情邊界把它偷出去 哼 偷氣筒裡面有一個rap 就是把它全部 包到周情邊界裡面 我還常常用過 真的 rap rap 這個嗎 感覺就是它 呵呵 我不知道 這個 這個 呵呵 這個 喔唷 然後你可以分析一下 它的那個 剛剛紅的結構 OK 喔 這是有音界出來的 瘦雷是 你現在不管怎麼 裁料你要研究經界大廠 對這個機械性質的影響 你看這台可以弄 馬上的出來 不然自己要去排這個 金格 這種我們可以選 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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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